风花雪月不观情 邂逅相逢为此生 此与今宵别无事 共修海事又山蒙 大家好,我是梅南河龙王 本次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猛将传的游戏解说 这一期该上山千信之章的最终观了 先走上路线的川中岛宿命战 说的是上山军以精益的速度攻下了齐富城 直接抄到了武田军的前面 武田信玄这时才刚收服得川家 眼见千信已经挡住了自己的进路 心中明白上落已经无望 率军退回甲匪 而上山千信也率军返回越后 再次向信龙出兵 信玄也率军赶至 上山千信 武田信玄 越后之龙 甲匪之虎 两雄要在这因缘之地川中岛 做出最后的决战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山千信之地川中岛 剑心は武田军到着の前に岐阜を落とした この知らせを受けた信玄は上落を諦め 甲匪に帰還 大勢を立て直し剑心との決戦に臨まんとする 貝の虎 越後の竜 両友は因縁の地川中島に退治した 東北シュラマンダヤソワカ 決着だ 宿敵 最終は川中島宿命戦 決戦だ 竹田新年 進入战斗準備 战敗条件里 有个是上山千信以外 我軍全武将败走 不是特异的话 很难发生 武器这次依然是拿武器武器改了个名 这次改成小豆常光 这把刀的来历 我在第一关的川中島就说过了 但是没关系 在这再重复一遍 这把刀是背前常传常光所作 原来的主人是一个越后的农民 信信的家臣 竹与庆刚 有一日外出时 这个农民正好出去卖豆子 可他装豆子的袋子破了 豆子掉到了这把刀上 直接裂成了两半 正好就被这位竹与庆刚瞧见 买下了这把刀 之后拿着这把刀 奋战的事传到了千信那里 就被千信给要了过来 传说川中岛之战里 千信就是骑着放生月毛 手持着这把小豆常光 砍香信玄 就在这一关 重现当时的情景吧 不过这一把刀 跟之前的鸡鹤一文字 以及山鸟毛不同 小豆常光是否实际存在 还是有点争议的 在上山家御首选三十五妖中 以常光为名的有五把 但是没有小豆常光 也有说 其实这小豆常光是另一把刀 叫竹与尖光 那把刀的故事和小豆常光 几乎一模一样 不同的地方在于 这把不是常光 而是尖光的作品 这竹与尖光 在千信死后传给了景圣 后来还出了个假货事件 说是景圣拿这把刀 去京都展示 京都的研究者看不上这把刀 景圣回去后 跟家臣们说了这事 这把刀之前的主人 竹与庆刚当时已经死了 但他儿子竹与圣刚却发现 他父亲当年送给千信的那把 和景圣现在手里拿的这把 有区别 所以是假货 经十前三成查证 是被清水版的商人调包了 风尘秀吉治了商人的罪 把真刀还给了景圣 但是后来猴子就把这刀给要走了 然后在大阪下之阵后遗失 德川家悬赏三百两黄金寻找 也没找到 另一说是景圣时期 就把刀送给小德川秀丘了 后来落到了丽花宗帽手里 名为波涌监光 另外还有把叫赤小豆舟的刀 也被认为和小豆长光是同一把刀 那个我下路线会用到 到那个时候再说 再回到小豆长光上 足利长林寺曾经公布过这把刀的图片 按足利长林寺的说法是 从1885年开始在这个寺里保管 但是按上山家刀剑抬杖记载 直到1937年还在上山家中 所以两边的说法有矛盾 就是因为小豆长光跟好几把刀都有共通之处 都像是同一把 可偏偏每一种的下落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实际存在也就有所争议 属性用了闪光 是因为名字里有个光子 所以就选了闪光 不过牵信跟闪光搭配不算好 跟大部分招都合不来 C2-1第一下的属性我已经去掉了 C2-3的吹飞也会受到影响 但我还是暂且保留 C3系列受到的影响主要是对空绝对连不上 C4也是想吹飞时会受影响 但是闪光C3-2和指人士神 有一个特殊的配合套路 就是先放指人或者C3-2打成虚弱倒地后放指人 在指人爆炸前打两下普攻 由于指人是无视防御的 所以必定命中并造成虚弱效果 和闪光的虚弱效果相撞的话 依然会保持虚弱 而在爆炸前已经出了两方 所以跟在爆炸后的就是两下C3 因为是闪光属性 C3-2后对方是虚弱倒地 然后再放指人循环 敌人只有起身无双才能挣脱 但是这个操作起来会很麻烦 主要在于倒地后第一时间放指人 和放完指人后第一时间出虎弓 这两个时间点是要练习一下才能找 装备方面就老五样了 最后一关还是得按标准配置来 另外这关是上身牵信 拿五级武器的关卡 但是我要留到流程B 这流程A 我就先把 荒域魂打出来 条件就是这关打出千人斩 闪光属性干这活还是可以的 这荒域魂是什么意思呢 是日本神道的一个概念 认为神有一灵四魂 也就是直灵 荒魂 合魂 性魂 奇魂 四魂分别代表神的 勇 亲 爱 智 四种形象 因此神灵在各种神社 供奉的可能是不同的形象 供卫兵还是老样子 看一下人员配置 我方没有副将 上身警圣 直到这一关才蹦出来 在这里他使的是枪 但是在大阪夏之阵里使的是刀 他是常伟正景和灵狱前的儿子 他母亲在三代猛江转 转正 他在四代也跟着转正 本名常伟贤景 在父亲死后成为千信的阳子 改名上山景圣 由于千信没有定下继承人 他死后家中分裂成两个阳子 上山景圣和上山景虎两派 景虎就是北条士康的第七子 月向同盟时送到千信处当阳子 娶了景圣的姐姐滑稽 两者分厅抗争 爆发了御馆之乱 要说他也是够惨的 在这关键时刻 跟北条有仇的杨祖父上山献正 明显跟景圣更亲的亲妈灵狱前 旧老爷上山请信 居然都站在了景虎那边 还好在最危急的时刻 跟五千家结盟 娶了盛爱的妹妹橘姬 这才颠覆局势 反卖为盛 但是上山献正死得够冤的 他带着景虎的儿子到满丸去求和 结果被景圣的手下莫名其妙给杀了 上山景虎夫妻俩最后也自尽了 景圣跟他舅舅兼父的千信一样 都跟自个儿姐夫开战 不同的是 常为正景最后投降了 上山景虎最后却兵败自尽 正式继承上山家号 又和知前家的柴田圣家开战 随着盟友五千家灭亡 而陷入危机 但又借着本能次事件 从而死里逃生 知前家分裂后 站在羽柴秀吉一方 帮忙对抗柴田圣家 佐佐成正的人 后来就从属于封臣势力 官员之战隶属西军 最后被简封指圣米泽 也就是米泽上山家 景圣以千信为米泽上山市初代当主 自然第二代 但米泽藩的初代藩主 是景圣自己 米泽藩传到第十三代藩主 也就是第十四代当主 上山冒线时废藩 现在的上山帮线 是第十七代当主 村上一清 看来是不打川中岛 他就不来是吧 下路线的子川 那关也没他 上条正凡也是第一次作为我军出厂 也是最后一次 他是越后守护上山定石之子 也有说是弟弟 我觉得是弟弟的可能性较大 上山定石如果有儿子的话 当年就没理由打算收 伊达石宗丸为养者 后来他继承了上条上山家 地位很高 玉管之乱石支持景圣 景圣因为没有儿子 可以送到雨柴秀吉那里做人质 他就将自己的孙子 作为景圣的养子过去当了人质 后来又跟上山景圣 和直江间续闹江 离开上山家 投靠了雨柴秀吉 我方有一个非初期配置 是前前庆次 当然是要上一关收了他 才会出现 我这次自然接的是 收了庆次的记录 再看敌方这边 信玄有三个副将 幸村还是老样子 带着女人 然后是武田四天王 和小山田信帽 高板昌信带着信玄 他们家老五 虽然第一关没有明确表述 但武田信帆和山本勘著 还是在那关战死的 武田异信也不在了 虽然没明说 但看来异信事件还是发生过 敌方有三个非初期配置 武田圣赖 袁昌印和福布伴藏 虽然没提到三方元的结果 但看样子 德川是向武田投降了 一二代都这样 龙虎决战时 德川一定在敌方那边 不过一代只有半浪出场 不像二代德川军能来好几个 另外为了双方无双将数量平衡 武田军的这关理 伊达军也会加入上山方 两只龙混在一块 虽然在刺上不是同一个 二代用之前残党和前景招舱联合军 替换了伊达 但是变成了第三方阵营 袁昌印要善光四尸线才会出现 正常情况下很难触发 只能补在视频的后面了 说一下本官概要 上山军猛攻美农齐富城 并将其攻陷 然后立刻整理成迎击武田上洛军的态势 但是文迅的武田信玄放弃上路 退回了贾匪 重整态势准备和迁信决战 在其复制战后 上山迁信率大军进入川中岛地区 另一方面 武田信玄也从贾匪出阵朝川中岛前进 越后之龙迁信 贾匪之虎信玄 这川中岛打五次还不够是吧 现在还得要打第六次 但是这一关 放在上山迁信之争 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如果来川中岛打的话 那我就第三关上前城 岂不是白打了 武田军能过来川中岛 那代表上田城又被打回去了 而且既然第一关的川中岛我们赢了 怎么这海京城还在武田军手里 要我说的话 在上山迁信之争里应该设计成 上山军占据善光寺和海京城 武田军占据七女山和茶旧山 这样才显得比较合理 这一次还是会分八番园和海京城的流程 还是先走八番园 但是五级武器必须走海京城路线才能拿到 所以要等到流程B 这次流程A拿不到五级武器 所以就去刷个荒语魂吧 好的 开始战斗 !' 我开始战斗 鞠躬山二字を取ったか 前と同じだ 都市がている男だねー 来い 戦いしか勝たれるのだろ 何度でも叩き潰している 米白マンダや爽垢 匹者もんてい 我が軍略 得と見守られよ 你上来会给两个任务 八番元的任务需要击破五天信帘 海京城的任务需要击破小山田信帽 这两个任务只能二选一完成 完成了一个 另一个就会自动失败 如果上山景圣败走的话 海京城的任务也会直接失败 那时就只能走八番元路线 走八番元路线要注意 不要在这个任务完成之前 就击破了山线窗角 或者让江坚戏败走 不然的话会少掉整整两个任务 不过江坚戏现在他身旁没有敌人 所以也不用甘心他会败走 好了该往回港了 接下来的任务是击破腹部半藏 守护本阵 同时发生的任务还有 击破山线窗警守护善光寺 这样海京城的这个任务呢 就会失败了 先去救本阵 本阵这边急一些 这个任务的成功条件是击破腹部半藏 失败条件是干破警记败走 任务边善光寺的成功条件是击破山线窗警 失败条件是直将坚续败走 这个闪光无双最稳定的方式还是直接八方 最后那个冬结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角度 就能够破坚续败走 初步半藏 这是在这关唯一一个阵阳的敌将 这样就防卫了本阵 接下来呢 既然都躲到这儿了 就去救一下上山线窗 把这个上山前去冒击 基本上他就安抢了 但是直将坚续那边也不能太放弱 所以呢 这几个都得赶紧了 追求输输效率的话 就是三方接八方队 但是因为自己的有两次三方这个特别改的这一下 所以呢 会很容易连不上 现在走这条路我就先把迷远击破了再去救了 应该也来得及 只要效率打的效率快一点的话就来得及 不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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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已經不能再拖 就自當兼蓄了 如果覺得時間來不及的話這個女人就最好是不要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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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闪光配合 连世神的这个王三K 可以让他连续区域 但这个操作体不在意 而且如果真要玩这个 最好不带阴流之丝 因为带阴流之丝 容易起身跟他冲刀 好我军开始全军突击 在我军突击事件之后 要再过一阵子 才会出现我前军增援的事件 现在我先去做一下天上预清 他那边是比较容易败走的 啊 对啊 啊 好 敵将打得了 遅れは取らぬぞ 続け 這次的戰爭 這次的戰爭 接下来接到往上山津全军反复撤退 然后接到击破茶教山的五神圣外人 然后 天神圣被我来治疗 之前为了不障碍这些对话就一直没放无双 这么导致让某人非常可怜 现在它就被全力来的 好 收拾掉了一个 那么现在就可以稍微说点事 首先是这个让上山军全军撤 其实跟我方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只要让玩家到达那个地方 画他的地方就会成功 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还没有完成击破茶酒山的五天生外这个任务的话 那么那个任务会失败 另外这个击破茶酒山五天生外这个任务 它是继续守住本阵 以及另外一个地方 这两个任务都会完成的情况 它会输这个击破五天生外的任务 最好是这个击破三 这次就不抢风风了 有军手给抢会比较麻烦 他应该还有个副将 我看看在哪 先先这个第三方指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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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要注重下清兵了 直接这一关是要打到先里面 完成的 连到杨核的 这位边也没这么弹 基本上大家久的 那 我同样收拾的差不多了 再把第二兵清一下再去玩 现在我拍的没事的话 信玄的士气已经降到最低了 现在的服务变成清兵而已 有点兵的 除了个自理队关要刷一个高气货 最后清智在信玄中乱杀 也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直辑 天性无双这个起手是有一个往前迈进的动作 就会导致让他用感光无双 他在对点方面就会很有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 这里的敌人他就轻一点,让他们经历提供在他翻篮里的地区 这海冰旁边你已经有时轻了快点,所以现在海冰选择一个本身针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开始清兵了,因为要刷到一千人才会出荒语魂 那么刷兵的过程就不是全程播出来了 我大概是多少人啊?300人左右吧,就弄到300人左右 然后剩下中间的那段已经挺好的 哎哟,我怎么连这个据点头一块打了?没注意到他在这儿 所以幸好留了几个据点,就是海冰选择小心 搞砸了,然后我补兽了 好,300了,那么在这儿的一直到950左右吧,我就先给一下 好,950,这样距离一千已经不远了,可以看到敌方的据点已经只剩下我前军本身的这两个了 其他的都已经被我送打开来了,我是先到海冰城那边的据点去刷了兵,然后把那个据点给占了兵 其实这样就让敌方的兵力进行中的头 然后再回到八发源这里,杀了敌 用的方式呢,就是紧贴据点门,然后放指人是神,这种方式 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地面打到据点头 但是据点头最后还是被不小心给打掉了 但是也没关系,因为这个荒语魂的输送部队是会出现在右上角的这个据点 所以呢,差不多到了情况,到差不多了之后 我也会把战场给转移到这边来 这边还有一个敌将,先不管 我先把那边的据点先端了吧 正好补个血 天天庆祟也打死四百多人了 他就在武前本人这边一只刷 算了,先把这个敌将解决的武前据得不算 在刷兵的过程中,这个村上一清是 含草战大概含了几十次 但是呢,血基本没捋掉 在这里把这个敌将和这个地点都充好 刚好看这个人倒一千人了 好,还差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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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的,还没想到 这样,我军全军的士气都会达到满直 像这个荒与魂的输送不断 这个出现 但是呢 这个全军撤退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得把这个给完成了 虽然这一关随时都可以 直接去击破五行献旋过关 但是毕竟嘛 还是得走走基本的流程啊 那边那是个空的箱子 所以就不用打了 这匹货马还没走得快 但是呢 为什么还要骑着它呢 因为全信是 骑着放生月毛 手持小豆长光 看香信玄的 这个一代里 放生月毛 只在 CG里出现了 在游戏里 你本身是挺好的 所以呢 只能拿这个白马代替一下 最后的任务就是 最后的任务就是单骑突入五田本镇 将这种全军 集结在一起 全军撤到一块 然后再掉头 突击敌方本镇这个任务呢 在后面的几代中也有出现 只是实行者呢 变了一下 对 比较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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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把这边的据点给清了吧 诶 这个据点头 因为下来阴流之丝 所以呢 这招就不用下来打断 我当时的清兵方式其实就是贴在这儿 用放这个飞机这样的东西来清 把别人打盘之后再用无双收掉这些敌人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说这个散光要想来跳 我就不能再灵灵之刺 我还得盖一个 因为这关他要负责帮我清兵吧 好 该去 我还有把这个被人给解决了 然后有点麻烦 开始给了清兵 不然他被小冬甲子 就是被这个突然给撞 打飞的人撞到很难还是 特别冰断了 他是用烤的 但是他们不能再进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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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敵勝打撞 36系逃げるにしかずた名言 だな この身既に 鬼神なり 龍虎最終決战 由月后之龍上山千信獲勝 之後會發生什麼呢 那就請看結局飛機 可以看到為了打千人斬 這關花了差不多42分鐘 千信本來就不是一個清兵多強的人 結果呢 還在這最後一關 給他安排了一個千人斬的任務 所以這奧義評價也有 肯定會達到S 哈哈 我心臓首が望みか 宿敵に出会った 戦いを通じて心ゆくまで語り合った あとは その宿敵と杯を交わせれば よい 貴様を超える男はない 天河は任せたぞ 友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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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い天河を作られば 這就是上山千信之章 上路線的結局 在千信的軍隊面前 信玄也不得不服輸 在他已經做好一死的準備時 千信卻下馬與他對移 表示和宿敵相遇 戰鬥 並從心底里面互相了解 現在只想和他喝上一碗酒 喝完後 千信轉身上馬 表示能超越你的人已經沒有了 天下就交給你 天下就交給你 然後策馬揚長而去 其實千信也知道自己不是當天下人的量 也不想當 所以最後把天下的味道交給了心圈 他要是真的上路成功 獨立一招可能會更投空吧 無論給他什麼好處他都不會接受 但你要是思意妄為 他又會出來反對 你可以利用他 但他不會利用你 上山千信就是這樣 那麽 該流程碟 要拿五級武器 接下來進入到 流程碟